穗风二人在拜勒纲的规刃形态骷髅大地面前如同玩物 大前神独自一人迎战强敌为队长争取准备时间 拜勒纲的死之呼吸何等强大 很快便将大前神逼至绝境 便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黄之黑文的武器在铁板阶梯上接连砸出数个声坑 顺着传来的震动看去 似是有一杆长枪探出脑袋 直到穗风来到大前天身边 众人才看清这并不是一杆长枪而是一枚导弹 穗风的万姐名叫却风为宫边 这一招连身为副队长的大前神也是头一回见的 大前神敏锐地看到了穗风队长腰间缠绕的银条粉 这东西本是用来固定台甲而用的钢铁 将这么重的东西绑在身上不知队长是何用的 穗风隔空对话须圈之王拜勒纲 可以的话自己也并不想用这一招 这样的能力与自己隐秘激动一贯的矜持相位 却风为宫边形态巨大无法隐藏 沉重的枪身让自己无法回心所欲的行动 最主要的是他的攻击模式 若是要称之为暗杀的话实在太过招摇 一发雀风雷宫边在天空犹如河豹 无论在多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这足以毁灭一切的恐怖光年 爆炸产生的气浪之强让博村不得不挺身而出 旁观的大前神被气浪吹得倒飞出去 静止砸在了身后的高楼之上 整个人被狂风砸进了混民土中丝毫没有下坠的趋势 而释放出这样毁天灭地一击的碎风 若是没有银条反的保护恐怕当场五脏六腑进阶阵阵 事实上就连碎风都不清楚这招的后座力究竟能有多强 银条反过不多久便在同中断裂开来 碎风的身体已然在败勒刚衰老之力下变得脆弱不堪 如是就这般撞在身后的高楼 不死也要落得个残疾落幕 轰的一声响碎风如同炮弹一般狠狠砸了上去 过不久烟幕散去 碎风察觉到身后却很是温暖柔软 是大潜田以肉身为碎风做了缓冲 大潜田告诉队长却风雷弓边留下的爆炸痕迹 如今仍旧在天边熠熠生辉 无论怎么看也没人能够承受下这样的攻击 战斗结束了 不久前身为副队长的大潜田 在高楼侧面借着狂风爬到了墙边 他飞身而出任由狂风带走 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在碎风队长撞击之前到达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才总算赶上 本想这总该得到队长的赞赏 谁知 当两个天性懒散的家伙战斗到一起 场面一度很尴尬 依照春水的判断在懒染这次带来的三位时任之中 赫利贝尔应该是排在最末位的 史塔克没有回话 春水继续说道 那边的老爷爷应该是最强的时任吧 如果说史塔克是中间的层次 那可真是再好不过 春水一招激将法证实了心中真正的猜想 如果说像史塔克这样的水准是一号时任的话 看来自己会很难对 直至现在史塔克的眼神中才有了些许很厉的光彩 春水顺步消失于原地 敌人却瞬间将刀刃向身后回卡 反应敏捷的春水再次顺步找寻机会 刚一线 史塔克的剑刃早已在等待自己 这场战斗无论哪一方先迈出一步都会成为破绽 差不多该让我见识下了半年虚伤 史塔克知道两人在战斗技巧上可谓平分秋色 想要早点结束战斗便需要雷平一击 只见史塔克身前幽蓝色的虚伤毫无征兆的凝聚成型 成型速度与发射速度春水都是头一回见头 史塔克问向春水 难得自己释放了虚伤 那么队长老兄是否也能稍微显露下身手 说罢史塔克快步走向敌人 春水立刻后撤始终与史塔克保持一定距离 当时两柄斩破刀迎面刺满 两人瞬间真刀真枪的激烈碰撞 史塔克毫无征兆的虚伤总是为春水还带不下一把 差不多是时候让自己瞧瞧所谓的万景 春水一脸慵懒地反问道 其他战场的时任们似乎都释放了所谓的归人 要不也让自己见识见识内 到时自己自然会考虑使用相应的对策 小丫头正大吼大叫地冲向浮竹 春水看出史塔克很担心那孩子 随即告诉对方 浮竹是不会伤害那孩子的 春水继续问道 那孩子应该是你的副官或者从属官队的 虽然自己不明白这算是怎样一种关系 至少部下战死时的感受史塔克不会毫不在意彩 春水这番话威胁地意味不言而喻 口中还不忘记说那句 浮竹是不会伤害那孩子的 言外之意便是若是史塔克在懒懒散散的自己游玩 春水就不得不出此下策 自由 每位时任都可以自由地挑选自己的从属官 唯有史塔克与莉莉尼特情况特殊 虽然两人仍旧以从属官阳上级的身份示着 但是背后的布什却几乎无人知情 星乐不知道战斗中喜欢发呆的史塔克是不是在担心红伴 文言这破面中的一号闭上了双眼 红伴的字眼在他脑海中浮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场景 孤零零的两人身前足有三座诗山 那两人正是他与莉莉尼特 史塔克轻叹一口气叫金乐无须再隐 随即看向了一旁却封为宫边留下的爆炸器 平静的面庞看不出是担忧还是什么其他的心思 接着缓缓将目光移向了日番古东侍郎的冰天板滑大 金乐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对方何意 他平静地告诉对方 万姐作为死神的杀手锏自然是各自的救火 史塔克来得兴趣 既然这样 不知那边的冰之万劫与金乐相比赎强赎弱 言下之意与史塔克战斗的自己现在可强的动 金乐知道时候到了 他叫喊起铜弹浮竹将花哨和服扔了过去 对方既然要拿出干劲了自己也不好再这么悠闲 史塔克的确想要见识下对方的万劫 嘴上这般说着斩破刀却被缓缓送入刀桥 难道史塔克并不是要准备归任吗 只见他将莉莉尼特呼唤到自己身旁 他平缓地说出骇人听闻的事情 史塔克与莉莉尼特本来就是一个人 破面的斩破刀是将各自的力量核心 封印成为刀的形态 所谓的刀剑解放便是各自真正力量和姿态的精力 对破面来说大抵无此 但对史塔克来说却略有不同 在从虚向破面进化的过程中 唯有他们将力量分成了两个身体 当他们意念合一合为一体之时 自身的力量才会得到解放 说罢史塔克将手掌放到了莉莉尼特的小脑袋上 莉莉尼特看了史塔克一眼 随即身上窜出惊人的青蓝色灵牙 略阵的浮竹突然感受到身旁刀刃传来一样 莉莉尼特的斩破刀竟然也化作青蓝灵牙一同回归本帖 史塔克解放后的样貌竟与人类别无二者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是传说中的瓦史托德 心乐严阵以待 狼叔史塔克手执双枪潇洒地坐在云层之上 他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释放不正麻烦的警方 他的武器是两柄印有白色花纹狼手印记的手枪 史塔克口中不断地喊着莉莉尼特却没有半分回应 他将手中武器前端砸向自己额头 化作手枪的莉莉尼特头部吃痛这才不得不开口说话 为了让莉莉尼特乖乖听话 史塔克腾出右手在左手枪身后端做起了小动作 真是不好意思 我的枪无限子弹 春水借由斗力遮挡敌人视线 猛的就是一刀纵踢而响 狼叔反应不可谓不快 迅速翔转后撤出春水的攻击方法 刚想继续说些什么 只见花天狂鼓在空中画了个拜托 两道锋刃迅速向着史塔克戏去 史塔克枪身一横 春水的这招不经独乐却只是为了困住敌人 本尊已然来到上空 狼叔战得先机却并未扣动扳机 他要继续刚才没说完的话题 自己归任之后似乎惊乐做事有些不够冷静 刚刚春水的斩鬼被虚闪打断没能释放 敌人解放后的实力在上一个台阶确实非同小可 春水眼神微光闪烁 他出声询问狼叔 手上的双枪既然可以射出虚闪 那么是否自己可以假设 他还能射出些别的东西来呢 狼叔略做沉思回答道 史塔克之所以归任本是想见见春水的万景 既然对方不肯自己就只好来应 狼叔此时就像传说中潇洒的西部牛仔一旦 手中双枪不断交替射出虚闪 只一瞬间便逼得春水接连施展数十次顺目 春水告诉史塔克 拿枪打一动的物体可是出奇的困难 如果对方也知道这道理的话 还是不要这样浪费子弹的好 春水的行动模式已经被自己看透了 敌人闪现会出现的位置使塔克能够精准预判 左手手枪一发迅击必无可避的虚闪射出 花天狂鼓对准虚闪批卡了去 虚闪一分为二轰击在了两旁的建筑物之上 善于观察的春水自以为摸透了狼叔的特性 右手边威力更强 但每射一发都要放回枪套缓冲 左手边威力稍弱却可以连续射击 要不是危机感突然涌上心头 春水当真着了倒 狼叔表示不关自己事 他可没说过自己的双枪是那个样子 看似被摆了一道的春水 却仍旧没将狼叔放在心上 他轻蔑地看向对方 按理说敌人应该心中有数彩石 刚刚频频发射的虽然是虚闪 但是威力却并不足以伤害到自己 无论狼叔技术多么高超 能让两手拥有不规则的射击模式 只是普通虚闪的话 是无法给自己致命一击的 而且 突然间使塔克身上轻光涌动 春水呼声不安的面前 千年最强死神山本众国的两位德义门徒再次合作 这一次两人携手迎战的不是老师山本 而是一号时任科亚太史塔克 瞬间上千发虚闪击射而出 春水曾侵略史塔克道 在这普通虚闪上做文章是无法击败自己的 然而面对这数字不清的漫天虚闪 春水狼狈万分亿时间无计可施 普通虚闪的破坏力确实有限 但是如果其数量是无限的话 那种威力可绝不普通 无论春水如何竭尽全力的躲 又如何能躲避这如开挂般的无限流虚闪呢 便在这时一把古怪的双刀出现在战场正中 史塔克发出的虚闪突然不见了踪 青色的能量竟从双鱼里刀尖射出 速度之快比之先前有增无解 史塔克轻轻侧过身子完美避开来人回击 原来是另一位百年队长 浮竹十四狼加入了战场 狼叔心中不经生疑 死神如何能够释放虚闪呢 三人隔空相望 浮竹的双鱼里还交叉立于胸前 他告诉金勒与其交战的狼叔说是两人并没谋 那么几方也两人应战算不得卑鄙 浮竹知道春水并不想忘记 狼叔直率地问向白发队长 方才究竟是如何放出虚闪 狼叔摊开双手让史塔克再来试试 说不定不用自己说就能想 常人听到敌人这般相告 心中一定是警惕万分要思虑再三 可狼叔却绝非常人 莉莉尼特在一旁相劝 史塔克却只是平静地看着狼叔的眼眉 虚闪灯时射出白光一闪而过 虚闪竟然再次向着史塔克的方位回击而来 狼叔却好像还不满足更为迅速的虚闪再次射出 史塔克想转来到浮竹身侧 史塔克看出浮竹的能力正是吸收敌人的攻击 然后再全顾将其反弹 垂在双刀之间那绳索上的五片牌 还能瞬间调整反弹给对方时的速度和压力并使其狂乱 浮竹也没想到史塔克不过三次便将自己的能力看得如此透正 既然有吸收这个过程 那么一定有其承受上限才能 只要自己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开出一千枪的话 可就不知浮竹是否还能反弹好 史塔克一枪射出春水却不在后头 他一刀快过一刀印是让史塔克指的鼓 这时狼叔知道了春水的用力 之所以对方这般近身是为了抢占射击四甲 让自己无法随心所欲地进入无限连射模式 然而这可并难不倒自己 当然そっちからしか来得到